嗨大家好我是曼妮来到了做便当计划第二集 画面中我打开的这个便当啊是为我们蔬食朋友设计的 烤了根筋类然后也煮了姜黄红梨饭 再加上杏鲍菇还有一些三色蔬菜 这样的一个蔬食便当啊饱足感都够营养也够 然后现在看到这个啊我用的主要的食材是松板猪跟小肋狗 它很适合帮小朋友带便当 因为松板猪啊我们现在画面中看到这一块 它是猪甲连接下巴的地方 所以一头猪啊只有两片 它都被号称叫做黄金六两 非常好吃哦 然后接下来这是小肋狗 画面中我示范如何把它变成小章鱼 对切对切这样就会有四肢脚 那你也可以再切细一点 不过我觉得四肢脚已经很够了 然后接下来看到就是红梨 红梨很细 所以我会用一只像画面中看到这个滤网来洗 稍微把它的泡泡的造出稍微洗掉就好了 然后煮米饭的时候啊 我这次用的是两杯米 那红梨我大概用半杯 然后我会加姜黄粉 如果有加姜黄粉的时候我会加一点油进去 那这次因为我刚好有蒸了鸡腿肉 鸡腿肉就有鸡的油像这样画面中我就直接把鸡油倒进去 两杯米然后再加上一点红梨我还是要用大概两杯左右的水就可以了 这一次我用压力锅来煮饭 煮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煎我们的肉了 松板肉它本身油脂就多 吃起来是软脆的 像画面中我是整片肉放下去 那你记得不要煎太久 因为煎太久你的肉吃起来就会变成是硬的 在煎肉的同时啊 我还把小肋狗一起放下去 画面中给你看就是如何你判断肉熟了没 其实你从边缘都可以去看到这个肉的熟度 假设你今天担心你煎不够熟 那你可以先切好厚度一致再下去煎 那煎松板肉啊它会有油脂出来很多 所以我就顺便拿来煎蛋 这个时候蛋就是油泡蛋 非常好吃的蛋 平常我们煎蛋不会有那么多油来煎的 然后还有油 所以我再来炒蔬菜跟拌三色蔬菜进去 所以我这样子一锅到底 我煎了松板肉还有小肋狗 然后接着再蛋 然后再来炒蔬菜 因为我用压力锅煮饭 所以当我这些动作都做完的时候 我的饭也煮好了 这时候就可以来装便当 然后因为是现吃现做的便当 我就会再加入压菜 增加蔬菜的摄取量 在做料理的时候我会去思考 我要先下什么食材做哪一道菜 像刚刚我就先煎松板肉 然后小肋狗 接着蛋再来蔬菜 所以你所有的动作一气呵成 你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我每次都告诉大家 做料理越简单越好 因为这样你才能天天做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